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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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取材于普通市民的一种生活 非常善于表现室内空间的光线 给人一种真实感 她最出名的代表作 就是这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齐名 被称为北方的蒙娜丽莎 画面中少女活灵活现 从浓黑的背景中脱颖而出 眼神纯真 动作灵巧 就像是一瞬间抓拍人物的照片 画中人物的身份 画家画作的原因等 都让这幅画成为蒙娜丽莎之后 最神秘色彩的女性肖像作品 威美尔的画中常常有着浓厚的胡蓝色 这种蓝色源于非常宝贵的清清史 与等量的黄金价格相当 威美尔的画中大片大片的蓝色 有人说象征威美尔的经济实力 也有人说它因此而负债累累 因为当时很多作品都会来自商人 贵族的订单 所以大面积的蓝色的作品 从侧面反映出黄金时期 荷兰的经济实力非常的雄厚 威美尔的绘画方式 与相机成像的原理几乎一样 2013年一位叫Tim的富豪 为自己拍摄纪录片 Tim的威美尔问世 重建了威美尔这种作画方式 Tim经过对威美尔的画作 一系列的研究 并重建了威美尔的画作 音乐室的场景 通过自制的装置 像描绘一样 按像素点一点一点描摹 这个完全没有绘画基础的人 竟然真的画出了 几乎和原作一模一样的作品 这种绘画方式 花分时间非常的长 因此可以解释 为什么威美尔一生 留下的画作极少 像描红一样作画 使得威美尔的画 不论是构图 人物比例 还是光影的变化 都精致的跟照片一样 因此也有评论家认为 这不是艺术 其实看似机器的临摹过程 解决的只是形和色的一个问题 而过程中 对于色彩的把握 和对笔触的控制 也是再一次创作 技术和艺术并非完全对立 其实在照相机发明的 今天很多摄影作品 也被称为艺术 所以威美尔的创作方式 可以说明 艺术的表达维度 并不受到技术的一种限制 威美尔的画作 在二战时期 又重新掀起了一股浪潮 原因是 有一个叫米格伦的画家 以违造威美尔画而出名 因为希特勒 非常喜欢收藏作品 米格伦就把自己伪造的作品 卖给希特勒手下的人 然后再次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战后以售卖国家宝藏罪 把他定罪了 米格伦一看就赶紧的慌了 这售卖国家宝藏这个罪太大了 他就说这些都是伪作 是他化的 所以还是把他定罪了 定罪为伪造国家宝藏罪 这个罪名可能比售卖国家宝藏罪要轻一些 这个荒唐的伪造者 让威美尔在二战时期又风靡了一宝 威美尔对于现代设计的影响 也是非常微妙而深远的 很多时候设计师其实并不知道这种深远的影响 但是现如今 当设计师企图表达强烈的视觉效果 而运用深蓝色搭配明黄色时 当设计师安排视觉路径去构建场所时 几百年前的威美尔就已经感受并表达出来了 设计师常常需要学习前人去创作未来的一种设计 我们感受到大量的风格 潮流 审美等等这些影响 在这些影响当中那些前人的艺术家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重量要重很多 这就是威美尔的艺术对于设计的一种意义 好了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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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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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